我們家家台灣的法律在哪裡 我們家家欠那麼多錢 可以到處跑 還可以住豪宅開名車 這件事我必須說明 房子賣 車子賣 不是可憐 不是 是因為要還在 平常如果我們在搭捷運的時候 我才知道捷運的好用 不會塞車又快 然後又便宜 所以我現在叫做捷運一組 很多記者會不是我願意的 就是我必須出席的 我必須幹嘛的 所以因為 這是因為重量 體重或什麼都不要 這是因為你這個人的關係 所以董恰恰會被標注到 這個新聞的重點裡面去 那也許不是我 而是只要連結上 像我這個這個例子我必須講 有一個歌手叫林惠銘 有沒有很出名的 他 我是他乾哥哥 他是我妹妹 他因為沒有父親 結果他 結果不久以前 我替他爸爸簽新娘的手給新娘 在這個舉動 那他跟某人有一個二十幾萬的 買房子在糾紛 那個人啊 視為先生就 就在爆料哪裡 就說董恰恰有什麼樣的父親 就有什麼樣的女兒 一個他不是我女兒 他是我妹乾 然後下一句就更恐怖 董恰恰台灣的法律在哪裡 董恰欠那麼多錢 可以到處跑 還可以住豪宅開名車 這件事我必須說明 房子 賣 車子 賣 不是可憐 不是 是因為要還債 這是人生那麼不留的事情 後來朋友給我一台二手車 我試著試著試著 我覺得 假如就兇 然後又遇到這個驗車等等的事情麻煩 所以我會把它還回去 所以 平常如果我們在搭捷運的時候 我才知道捷運的好用 不會塞車又快 然後又便宜 所以我現在叫做捷運一組 好嗎 那一位先生我告訴你 我沒有住豪宅 我沒有開女車 人做人要實在 不用亂說 那每一句話 我都要承受這些 但如果自己講什麼 第一講 是我自己造成的 沒有人逼迫你去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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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願意這樣子 旁來旁去 好 最重要的是 我剛剛講的一半 最重要的是 某某投資 為什麼這一言當就是兩言 某某投資人跟我說幾號 到尾 我就跟你們來講幾號 然後你私信你我 我私信你大張 那大家的言語就會很難聽 你明明明 你說話又一次才會聽 我每次聽到這種東西 我都覺得 我這樣說就知道 因為我叫... 我叫我接近 我們家不是偉大人 當然不是 那只是一個大家 認識知名的 演藝人員 認為說你這幾年應該賺了多少錢 那天我還接到一個訊息說 這個對你來講 根本不是偏文數字 我知道 我知道 他15萬我就是沒有辦法 現在就沒有辦法 以前是現在的錢 現在每一個月的錢是 我兒子批評 發給我的名字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的生活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不管是事實上的問題 我從來不去講究這些東西 本來有 我會從長 然後 這個是很多人 很多人 我認為 因為昨天 我昨天還聽到這個問題 他已經去掛掉了 我有一次在淡水 做一個老歌的節目 我在後門那邊問著外面 還沒有開院 有一個 有一個婦人走過 走過之後 走過之後 欸 你望在這裡喔 哇 你們這樣不好啦 你們這樣偷偷跳啦 你們手啦 什麼什麼 我不想解釋 我剛說過 沒有資格解釋 所以 我告訴大家 你問我很多問題 你問我很多問題 真的我去問 你過去有很多意思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對天發誓 現在 現在大概還有 五千多萬到六千萬 這個 我這個個人必須重理的部分 如果我一路在演藝圈 這樣子靠錄影過日子 的話 十輩子都還過 每天都活在這個痛 所以我必須考慮 當契約 企業主 企業家 有多少人生 可以重來 有幾回春秋 可以 重現 人老 不能如期 沒有 抱怨 就是我在兩個禮拜前 接到一個訊息 就是我在兩個禮拜前 就是某某個人 為你們自殺 因為他一生的精細 都跟你們一樣 這件事情 一直在我心裡面滴血 我甚至不敢問 到底有沒有真的 如果真的的話 那叫做千普大罪人 都回不起 這當中 犯了一個非常致命的錯誤 就是 借遣反逆行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為 可是 地下錢中來講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拿到威脅你 說你要來做錢 都沒有 那會 那你就是為了愛面子 我就要滾成這樣 我就是要騙人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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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一翻滾人是不得了 這種惡性循環下來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不懂得喊停 你們一直要硬撐著借錢 去還利息的這些事情 讓這些惡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是因為 我統計了一下 至少有十個人 在這三年之內 曾經答應過我 說合作 合作 或者是共同怎麼樣 而給你一筆錢 那通常是到了當天跟你說沒有 或者是 全部都是 真的全部都是 我真的沒有 我要很認真 很努力很努力 在工作 可是我算過 如果我一路在演藝圈 這樣子靠路 過日子的話 十輩子都可能 這這如何 對大家交代 尤其是親友之間 所有喔 所有的親友借光 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們 更不要說 表弟啊 等等 每天都活在這個痛苦 所以我必須考慮 當企業 企業主 企業家 各位請相信我 我對很多特殊的 親戚朋友 再次跟大家道歉 因為這些錢都還沒有辦法 再處理的時候 但是 我沒有停止過思考 去年的說 大概在2022年底 可以反掉一千五百萬的債務 就清楚了 特別是 你說過年會不會是農曆的 農曆的也過啦 你沒有反掉 所以現在 現在大概還有 五千多萬到六千萬的債務 所以我個人必須處理的部分 你沒有高 沒有辦法告訴大家真相 然後你看到那個細節的時候 你一拖再拖 你言而無信 你怎樣怎樣 你看到這些的時候都會很痛苦 然後 好的朋友都已經一個一個一個走光了 我為什麼不解釋 因為 我沒有資格解釋 因為 的確欠在乎 很重要的是 連信任部都負責任 如果可以解釋 就是當解釋在乎 卻清清白白的時候 那個就是一個最好的解釋 所以我們說 您都可以解釋 那些誤魔性